也不是得理不饶人,就是有理不想饶人,总觉得应该好好说道说道,让自己的个公道,书心,也让不懂事儿的人学着点,常常人生经验不适,三个最容易有理难饶人的星座,摘星工厂星白又看到你的白人指数上涨了,摩羯座,在摩羯座心中,有理就是有理,有理的人断然没有给没理的人让步的理由。 如果是这样,还要道理做什么呢?世界上的公平公正,没有道理撑腰,还硬气得起来吗?所以摩羯座有理就坚决讲道理,而且还特别想要以理服人,常常耿着脖子跟人将道理讲到底,虽有想让人明白事理的好心,但那种耿着真的麻让人感慨的,更别说喜欢了,处女座。 在处女座的心中,无规矩不成方圆,而规矩自然就是那些道理了,为了保持生活在游戏中进行,处女座会很严肃地坚持自己讲理的态度。 虽然在处女座看来,自己得理并没有得理不饶人的刻薄,很多时候也是用反复跟人讲理的方式,帮助别人证实自己的错误。 但被挑错,书教的人绝对不会有好心情,对处女座真的很难说喜欢。 狮子座,其实狮子座不较真,有时明白着自己得理还吃亏,也会一笑置之,不与人争辩。 但是,狮子座对自己有理这个事实确是很计较的,狮子座需要对人摆出自己有理的姿态,需要让当事人以及围观群众,知道自己一如既往的光明正大。 毕竟,这有关形象的问题,狮子座在说理的时候,也没存心让别人难堪,甚至还会大方的先以理相待,只是大家起鼓的说理方式让人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